各位同学 接下来这一段 我们来跟同学讨论 盐类的酸碱性 什么是盐类呢 我相信同学在高中 甚至在国中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了解到 酸加碱变成盐加水 这样的一个反应 所以什么是盐类 盐类就是酸碱中和 产生的离子化合物 这样的离子化合物 我们就称为盐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讨论 盐类水溶液它的酸碱性质 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判断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看 由组成盐类它的 阴离子跟阳离子 来决定它的酸碱性质 以例如说像我们氯化钠 氯化钠我们就知道是 钠离子跟氯离子 形成的一个盐类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 氯离子跟钠离子分开来讨论 我们就要判断 氯离子是酸性中性还是碱性 钠离子是酸性中性还是碱性 然后这个时候再把两个组合在一起 然后再来讨论它的酸碱性质 那一般来讲 盐类它的酸碱性质来讲 我们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准则 例如说以强酸强碱 所形成的盐类 那水溶液就会呈现中性 那如果是强酸弱碱所形成的盐类 那这个时候水溶液就会呈现酸性 那如果是弱酸跟强碱所形成的盐类的话 它的水溶液就会呈现碱性 那这是一般的原则 可是如果说我们在碰到要讨论 盐类酸碱性质这一类型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请同学 把阴阳离子分开来来讨论 像以这个例子来讲 以氯化钠融在水里面的时候 它的水溶液就会呈现中性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都知道 氯化钠在水里面 是中性的一个情况 它就是可以倒推回去的 它原来是盐酸跟氢氧化钠 强酸强碱所形成的盐类 所以它会呈现中性 可是我们在遇到这一个判断的问题的时候 不可以不太希望同学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那我建议的处理方式是用这样的方法 首先我们先氯化钠来讲 先把它这个组成的阴离子跟阳离子 拆开来来讨论 首先我们先看 氯化钠把它拆开来以后是得到阴离子是氯离子 那这时候氯离子是一个强酸的共二碱 那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跟同学讨论过这个口诀 那当时可能各位 当时我是建议同学是这样记得 是说强酸的共二碱是不碱的一个情况 在这个地方来讲就特别的好用 如果你记强酸的共二碱是弱碱的时候 那这个口诀就没有办法运用在 这一个盐类水溶液这个酸碱性的判断 那在这里面呢 氯离子它是一个强酸的共二碱 那既然它是不碱的时候 表示它并没有办法从水那边得到氢离子 所以它本身会呈现一个中性的一个情况 那钠离子呢 钠离子是一个强碱所提供的氧离子 那例如说它本来是从氢氧化钠过来的 它是强碱提供的氧离子 那它的水和离子转移氢的这个氢 给水的这个倾向可以忽略 那在这里面这样的说明呢 各位同学就会有一些疑问 那什么样的氢离子 什么样的氧离子是呈现中性的一个情况呢 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同学来说来介绍 那哪些离子在不会跟水反应形成 产生酸性或是碱性也就是形成氢离子 或是氢氧跟离子的一些离子 例如说来自强碱的氧离子呢 它就不会跟水反应形成水和氢离子的一个情况 例如说像EA族的氧离子 包含锂钾鲁瑟这些都是在水溶液都呈现中性 那2A族的氧离子除了皮之外 其他的离子都不会跟水反应而形成水和氢离子的一个情况 意思是说除了这些氧离子之外 其他的氧离子在水里面会跟水反应形成酸性 那为什么会形成酸性 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个说明来跟同学来讨论 那接下来呢 哪些氢离子它不会跟水反应而形成氢氧跟离子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 例如说单子子强酸它的共二碱 那我们说强酸的共二碱是不碱 对不对 所以包含过氯酸 氢点酸 氢锈酸 氢氯酸 硝酸 它们的 它们都是强酸 所以它们的共二碱包含过氯酸跟离子 然后氯锈点的氢离子 还有硝酸跟离子 那这些都是强酸的共二碱 它们既然不碱表示它们在水里面不会跟水反应形成氢氧跟离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它们这样的阴离子就会呈现中性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里面各位同学就会问 那硫酸呢 硫酸也是强酸啊 那它这个 它的共二碱硫酸氢氢根 那这个时候呢 那硫酸氢氢根它是酸性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之前我们是说过 因为在这个地方是特别来讲强调是单子子强酸 而硫酸是双子子酸 所以它第一个 第一个产生的 解离出一个质子产生的硫酸氢根离子 虽然不会跟水反应产生氢氧根离子 可是它自己本身还能再解离出第二个氢离子 所以在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这一个 这一个判断的这个差异 那这样 那由上面这两个所形成的盐类 例如说假设我们拿2A族的钙 加上例如说点离子 形成的点化钙 那这样子呢 它的盐类在水溶液就会呈现中性的一个情况 那各位同学可以把上面的阴阳离子 做一些排列组合 你就知道 它们的到底哪一些盐类是呈现 水溶液呈现中性的一个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像氯化氨融在水里面的时候呢 那这个水溶液就会呈现酸性的 那呈现酸性的时候我们可以倒过来推 依照一般原则来讲 氯化氨融在水里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推说是 盐酸跟氨水反应 那这时候就是末数1比1的混合 然后形成的氯化氨的水溶液 那因为盐酸是强酸 氢氧化氨也就是氨水 它是强碱的一个情况 对不起 弱碱的一个情况 那就产生酸性的一个水溶液 可是呢 我刚刚已经提醒同学了 我们在判断盐类水溶液的酸碱性的时候呢 我建议同学要把阴离子跟氧离子拆开来看 那这时候我们把氯化氨拆开来看的时候 我们发现氯离子它是强酸的共二酸 那刚刚已经说过 它是单子子强酸的共二酸的时候 它会呈现中性 那氨跟离子来说 它自己本身是一个弱酸 因为它是氨的共二酸 那为什么它是弱酸呢 因为它有一个子子 可以提供一个子子 然后给水让整个水溶液呈现酸性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个里面来看 组成的离子 氯离子是中性 而氨跟离子呈现酸性 所以氯化氨的水溶液呢 就会呈现酸性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氨跟离子跟水反应 那这时候氨跟离子可以把氢离子这个质子呢 转移给水 让水溶液呈现酸性 或者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 像氢跟离子 氢跟CN 负这样的氢离子的时候 在水里面 它可以接受水提供的质子 而那这个时候就产生氢氧跟离子 那这个时候呢 只要看到盐类里面的氢离子 或是氧离子跟水反应 产生氢离子或是氢氧跟离子的 这样类型的反应我们就称为水解反应 或者叫做盐类的水解 那这样子就是说 只要这样的盐类的阴阳离子 跟水反应会产生氢离子 跟氢氧跟离子的一个情况 就称为水解 那刚刚已经说过氯离子 它是不会水解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像氯化氯这样的一个盐类水溶液的时候 它在水溶液里面就会呈现 酸性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可以倒推回去说 这一个氯化氯的水溶液 事实上是等于是氢氧化氯 跟三倍的三末的盐酸 那盐酸是强酸 那氢氧化氯感觉像是没有那么 跟氢氧化钠氧氧化钙来讲没有那么减 它事实上是一个两性的 那这时候而且是一末 然后这时候有三末的强酸 所以水容易呈现酸性的一个情况 可是我已经说过 我们不要这样子来判断 那这时候我们还是要把氯化氯把它拆开来看 那拆开来看的时候呢 氯离子是中性的 原因我已经跟同学说明过了 那氯离子呢 为什么会呈现酸性的一个情况 因为水溶液是酸性嘛 那氯离子是中性的 那酸性从什么地方来 当然是从氯离子来 那氯离子酸性的原因呢 我们先跟同学来说明 氯离子在水溶液里面呢 它会跟水形成水和离子的状态 它会跟六个水形成六水和铝的一个错离子的形式 那在这里面呢 这酸性的来源就是因为我的金属的铝离子 跟这个水呢 形成水和氧离子的时候呢 它才会产 就可能会产生酸性 我是说可能 那这个时候 并不是每一个水和氧离子都一定是酸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看 它这一个金属 原来的金属的氧离子 它的大小跟电荷的什么样 来决定这一个水和氧离子是不是呈现酸性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时候同学可能就会搞混 那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才会让水和氧离子变成酸性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水和氯离子的一个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氯离子是中心粉红色的 我们是氯离子 那周围那六个白色的那个球体呢 事实上就是我的水和要接的位置 那氯周围有六个 等于是配位的位置 那它整个六水和氯错离子 是形成一个八面体型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现在就只要找一个配位位置 把水接上去 来看一下 我们把水接上去的一个情况 那接下来剩下五个位置呢 也是跟水配位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酸性从什么地方来 那我们现在为了把图简化的时候呢 我们就只讨论中心的氯离子 跟它配位的其中一个水的分子来讨论 那我们把图简化成这样子 左边粉红色的球体呢 就是氯离子的 就是我们的金属 不一定要氯哦 就是金属的氧离子 那这时候跟水 其中一个水配位 那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发现 这一个金属的氧离子呢 它会 因为它氧离子是不是带正电 那我们的M跟 就是我们的金属跟氧 间接的时候呢 它的间接中间的这个电子来讲 电子是带负电的 所以呢 那金属氧离子带正电 它会吸引MO键上面的电子 所以可以看到蓝色键头 等于是往这边吸引的一个 有一个吸引的力量 当这个吸引的力量 越强的时候呢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说 其中一个氢氧键的时候呢 因为等于电子都被往那边吸引去的时候 它会弱化这其中一个OH键 那这个氢氧键被弱化的时候呢 那这个氧液就比较容易释放出氢离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刚刚已经说过 并不是所有的金属氧离子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酸性的关键就是说 我这个粉红色球体 这个金属氧离子吸引电子的能力 如果吸引电子的能力越强 那是不是越容易让OH键越容易被弱化 就越容易释放出氢离子 那所以呢 如果说这个氧离子吸引电子的能力越弱 就越不容易呈现酸性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时候有哪些氧离子跟水合之后会产生酸性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以足足元素而言 足足元素而言 在以周期表来看 由左向右是呈现递增的一个情况 什么东西递增 水合氧离子酸性的程度 意思说我们的离子越往右手边 越往右手边的时候 它的酸性程度越大 为什么它的酸性程度越大呢 因为我们从周期表 由左边到右边的时候 金属的氧离子 它的电荷是逐渐增加的 那或者也有一个情形是说 如果是往右边的时候 因为金属的氧离子半径也会逐渐的减少 因为离子半径越小 是不是吸引力也是越强的一个情况 那以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法则的时候 那我们来看一下 像氯离子跟氄离子 它是在周期表同一列的地方 氯离子因为它只带正一架的正电荷 它吸引MO键的电子的能力 会比氄离子来得小 那像以氄离子 氄离子跟氯离子来比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氄离子我刚刚说 氄离子不是不会水合 是水合上去以后 氄离子它的 它这个氧离子只带正一架的正电荷 它吸引MO键的这个电子的能力 相对的就比氅离子弱 那氅离子又比氯离子来的弱 所以我们刚刚有说过 前面是不是有讲过 1A族2A族的氧离子 它在水溶液里面 水合跟水水合的程度 然后水合完以后是呈现中性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呈现中性 因为首先第一个电荷就吃亏 电荷数是比较低的 接下来离子是相对比较大的 所以它这个吸引MO键的电子能力 相对的比较弱 那在这里面像铝离子来说 它的第一个电荷的量比较大 正电荷的量比较多 氧离子的半径也相对的比较小 所以有比较好 比较有强的吸引MO键电子的能力 那过渡元素 它的水合氧离子 大部分都跟传性 大部分都是传性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像氢化钠这样的一个盐类 它的水溶液就呈现碱性的一个情况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氢化钠我们可以把它倒推回去 是氢氢酸弱酸跟氢氧化钠 强碱1比1的混合形成的水溶液 所以弱酸跟强碱反应所形成的盐类 那就呈现碱性的一个 这个碱性的酸碱度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拆开来看 钠离子我刚刚说过 已经是中性的 那氢跟离子呢 它是一个弱酸的共二碱 那我们之前有跟同学介绍的口诀 弱酸的共二碱是弱碱 就可以用在这一个地方 用在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弱酸的共二碱是弱碱呢 是因为氢跟离子跟水反应的时候 这个时候水就会提供质子呢 让氢跟变成氢氢酸 那这个时候水因为提供质子了 所以它就产生了氢氧跟离子 那这个水溶液呢 就会呈现碱性的 那这个时候来我们来看到 这样的一个状况 像这个浮化氨融在水里面的时候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酸碱性质呢 那我们说倒推回去来看 浮化氨的水溶液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氢氟酸 跟氨水反应的一个 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氢氟酸是弱酸 可是氨水呢是弱碱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是 强酸强碱 强酸弱碱 弱酸强碱 至少要有一个强嘛 那两个都弱的时候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判断 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呢 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把它拆开来 那拆开来的时候呢 氨跟离子是一个弱酸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 氨跟离子在水里面会做水解 那水解的平衡常数是ka 那浮离子呢是弱碱 那浮离子是弱 因为它是弱酸的共二碱 是弱碱嘛 那所以说浮离子在水里面 也会水解产生氢氧跟离子 那这个水解反应的平衡常数是kb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比它的酸碱性呢 因为它就是弱酸跟弱碱嘛 好 那这个要怎么样去比较 那这时候 ka跟kb互相来比较的时候呢 在这一个例子来讲 ka是比kb大的 那kb比kb大的时候表示 在这个反应呢 这两个水解反应里面 会产生比较多的氢离子 所以浮化氨是这个水溶液的ph值 是小于7的 也就是它是呈现酸性的水溶液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计算它的kakb呢 那以这一个例子来讲 氨跟离子融在水里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去查查书的时候呢 往往不太容易查到氨跟离子 融在水里面的一个这个kb 可是呢 我们可以查到它的共二减氨的kb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依照我们之前 我跟同学介绍过 互为共二酸减队之间 它们的这个关系的时候 ka跟kb相乘是应该等于kw的情况 所以这一个方程式 即使你查不到ka 可是呢 我知道氨的kb 我还是可以一样 经过计算 把这一个反应方程式的ka计算出来 同样的氟离子融在水里面的时候 那水解这个平衡常数是kb 那这个kb是多少呢 我们不太容易查到 这一个方程式的kb 可是我们很容易查到 氟化氢在水溶液里面 那所呈现的ka 那氟离子跟氟化氢 彼此是互为 共二酸减队的一个关系 所以氟离子在水里面水解的kb 应该是等于kw除以氟化氢 或者氢氟酸的ka 那这时候 这两个方程式的ka kb 算出来的结果 我们发现 上面的方程式的ka 是比下面方程式的kb来的大 表示上面的方程式会解离出 较多的氢离子 所以氟化氨的水溶液是呈现酸性的 像碳酸氨来讲 那我们就把氨跟离子 跟碳酸跟离子拆开来看 那拆开来看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氨跟离子水解 它的平衡常数是ka 碳酸跟离子水解会得到碱性 它的平衡常数是kb 那各位同学可以试着算算看 那经过计算的结果 ka是小于kb的情况 表示碳酸氨的水溶液 在溶在水里面的时候 会解离较多的氢氧跟离子 所以碳酸氨的水溶液 pH值是大于7的 像畜酸氨来说 那畜酸氨里面把这个盐类 它的阴阳离子拆开来看 氨跟离子呢 是呈现酸性的 所以它的水解平衡常数是ka 畜酸跟在水里面会呈现碱性的 它平衡常数是kb 那各位同学也可以试着算算看 我们发现ka跟kb的数值 是相等的 那ka跟kb几乎相等的情况下 表示畜酸氨在水溶液里面 解离的氢离子跟解离所得到的氢离子 跟氢氧跟离子是概略相等的一个情况 所以pH值是大约等于7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跟同学介绍 有五种类型的盐类包含强酸强碱的 强酸弱碱的 还有金属水和离子的 还有弱酸强碱的 还有呢就是两个 就是各有阴阳离子 就是酸性阳离子跟碱性阴离子的盐类 在这里面给同学一个练习 就是把这样的一些盐类 他们之间的性质 各位同学可以做一个表 来做一个整理 这个时候呢 以后遇到这一个类型的问题的时候 我相信同学就会知道一些解决的办法 那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这边